美食專櫃還有生活購物攤販 琳瑯滿目 成品生活地下街 一直都是台北車站地標 但現在確定將走入歷史 去年傳出要撤出台北車站 K區地下街的成品生活 今年獲得證實 將營業到三月底為止 結束二十二年營運 後續將由東森購物接受 就滿可惜的 因為就可以 就是少一個地方可以去逛這樣子 好像還好耶 我覺得他東西都差不多 成品去年因為和房東北市府 協調降租沒成功 因此提前終止契約 如今重新招標後 由東森購物奪得五年經營權 傳出每個月租金四百零八萬 對比成品二零二零年的八百二十六萬 外加得付給北市府抽成 這次的經營成本不到一半 事實上這次標案傳出成品也想以另一個品牌名稱參與 但因為受限於同一家廠商不能再度投標的規定 才因此作罷 對此成品也發出聲明表示 因為標案添加了不合理限制妨礙廠商公平競爭 目前已經依法向市政府及監察院提出申訴呈情 那當然對他的品牌來說是有一定的影響 被迫必須要離開的話 他可能必須考量如何重新跟消費者做溝通 北車K區地下街約有五千坪空間 每年平均四千萬人次進出 疫情前平均年一收六億 這三年掉到四億 東森購物也宣布將在此規劃 更多學生活動以及移工聚會空間 營運也將面臨新挑戰 三千順寬李孟山台北報導